地球上有了人类后,李艾伦的灵魂便寄身肉体,开始了他地球上的轮回。 他在传说中的母大陆和亚特兰蒂斯都转生过,这是他在催眠中写下的那两世的文字。 可惜这两个史前文明存在的时期是在一万年以前,而且都属于一页消失形,留下的蛛丝马迹很少。 文字是否真实,实在是无从考证,只能留待后人了。 然后就来到了这一次文明时期,他又一次进入了埃及法老王的人生,在专家见证下,写下了下面这篇象形文字。 托罗里达大学考古学家兼象形文字教授罗伯特瓦德曼·Robert Wigman鉴定后认为, 这些文字是古埃及文,而且他说,需要很多年的练习才能把字写到这种熟练的程度。 李爱伦经过模仿写出来的可能性很小。 而下面这篇,由专家们签名认证的古希腊文则记述了李爱伦做古希腊将军的那一世,那时他因叛国罪被斩首。 接下来,他做了犹太西伯来奴隶,名叫耶瑟福斯·尤西西斯,跟耶稣生活在同一时代,见证了耶稣受审,并被钉带十字架,遭迫害致死。 又死而复生了神迹,后来有余事他还做过法国的贵族,催眠中讲出了一口流利的古代法语。 之后,他飘洋过海,开始在美洲转生,做过一个美国土著印第安员,名叫西哥雅,斯库尔。 这个人虽然专家们找不相关记录,但他在催眠中描述了当时土著人的居住情况。 经过查证大致属实,后来他又转生南北战争期间的南军士兵布鲁斯特·詹姆·格鲁斯特。 1863年,还16岁,就死在了战场上。 研究人员查找了南北战争时期的官兵名册。 还真找到了布鲁斯特这个人,生平也能对应上。 瓦伦蒂诺 到了最近的这一世,他说他是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n。 Valentino 瓦伦蒂诺是默片时代最知名的男演员之一。 死于1926年,离世时间不远。 所以专家们查证要容易很多。 他们请来了好莱坞的一些元老来盘问李爱伦。 元老们提问了一些只有瓦伦蒂诺和当时在场的人才知道的事情。 令人震惊的是,李爱伦都能一一给出正确的回答。 比如说,曾拍摄瓦伦蒂诺的名片《酋长》的,是一颗摄影师问李爱伦,第一天拍片的时候,有多少人一同驾车到场地开拍?发生了什么事故? 李爱伦回答说,我和你们三个人,一共四人一同驾车去的,中途汽车出事。 前面右边的车轮拖落,滚下路边去了。 这让摄影师非常震惊,因为其他三人早已过世了,而他自己也从没对旁人讲过这件小事。 但李爱伦的回答却分毫不差。 然后他又讲述了车上三人的姓名和一些谈话内容,都和摄影师的记忆吻合。 瓦伦蒂诺是意大利人,专家们请催眠中的李爱伦用意大利文给瓦伦蒂诺家属写封信。 李爱伦,一蹴而就,还数上1926年的日期,签了名。 然后,专家们找到家属来辨认信上的字迹。 家属说,完全一致。 专家们还找了笔记专家来鉴定签名。 鉴定结果也是,完全一致。 绝非模仿。 更令人不可思的是指纹对照。 按当代医学常识来讲,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完全相同的。 连双胞胎也不例外。 而李爱伦的指纹却与瓦伦蒂诺完全相同。 催眠状态下能回忆起前世的案例有不少。 但像李爱伦这样能清楚记得16世。 而且还能写下文字未证的,几乎没有。 而他与瓦伦蒂诺之间的种种关联也让人嘖嘖称奇。 所以他的案例在轮回研究和催眠治疗界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著名轮回研究学者班纳基博士Diard, 被陈班纳基在研究了李爱伦写下的古老文字后, 说他的传奇是无法用现有科学解释的。 而美国催眠界的泰斗。 澳盟的麦吉尔、Almond, M.C.Q.听说了李爱伦的案例后,也十分感兴趣。 后来他和莫德斯医生一起和写了李爱伦的多重人生一书《The Many Lives of Alan Lee》于1979年出版。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